您好,在本影片教程中,您将学习如何在管理面板上申请和激活Shopline Payment。 让我们到设置下的付款。 点击Shopline Payment下的申请开通。 您将看到四种申请付款功能的方法。 独资企业、合资企业、有限公司和个人。 根据您的企业形式,勾选合适的选项。 让我们选择个人。 接下来,您需要填写个人基本资料。 例如,您的姓名。 选择您的性别。 证件类型。 然后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。 以及联络号码。 还有电邮地址。 最后,在店铺信息下,填写商店交易名称。 该名称将显示在客户的对账单。 输入信息后,请阅读并接受用户条款和政策。 然后,点击提交初级资料以进行验证。 像中文字幕提供的 esquctor。 但今天,请阅读并接受用户状。 请您的带看我们。 我们完成。 请订阅 és订阅。